在这桃园归山寿山高中旁一间甜点店 老板娘正忙着为蛋糕做最后中饰 好登上桌给客人品尝 这间有姐妹合开的甜点店 有姐姐负责外厂 妹妹负责内厂 每天制作多款选用新鲜当季水果的小蛋糕贩售 2019年开店至今生意十分稳定 不过姐妹俩一口同声表示 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辞职创业开甜点店 因为一开始他们制作贩售甜点的初衷 只是想陪住在福原山寿道口旁的阿公说实话而已 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有自己有工作的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说真的要开一间甜点店 但是因为礼拜六日 因为我阿公一个人住在那个四合院里面 所以他其实礼拜六日是没有人去陪他讲话的 我们那时候其实要在那边开一个小摊子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东西去卖给那边的登山客以外 其实还可以就是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陪阿公讲讲话 因为阿公其实年纪也大了 就是他有需要人家去陪伴这样子 对所以一开始是这样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会来买我们的东西 之后我们就想说那我现在可以试看看 说也许我们可以试看看我们开一间店 然后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看一下我们龟山就是龟山人能不能接受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其实龟山人还是蛮喜欢就是 这种法式甜点或是甜点类的东西 在还是小摊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卖弄常温甜点 那最主要就是其实是凤梨酥啊 然后还有那种切片类的棒蛋糕马德莲之类的 一开始其实只是自己在家里玩这些甜点 那就是越玩越有兴趣 然后就发现上班也不太专心的都在想甜点的事情 然后就是刚好也是姐姐跟妈妈鼓励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去外面做一些进修 然后也稍微去外面闯了一下 然后才决定来开店 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疑惑的知识 我自己都很紧张说我会不会撑不住之类的 他们就完全百分之百信任 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 在家人与顾客的鼓励下 姐妹俩以阿公与她的狗为一个干 设计出了店名与logo开启创业生涯 而姐姐也从顾客的回馈中 找到了制作四寸小蛋糕的灵感 让客人能够轻松享受甜点而无负担 也成为店内一大特色 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有想过要买切片时的 有想过 但是我们后来觉得好像小蛋糕也是蛮不错 就是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就是对于就是可能对于小家庭来说 他们觉得买一个六寸或八寸蛋糕 他们觉得负担很大 就是可是我们如果做了一个小蛋糕 对于可能是情侣呀 或者是他们可能只有 就是爸爸妈妈跟一个小baby的那种 他们要庆生的话 他们就可以很无负担的庆生 对 你就是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把它装饰得很漂亮 然后也是可以就是吹个蜡烛 然后庆生 然后大家很开心这样子 对 那我们这边比较多的客群的话 其实会买这种小蛋糕 基本上真的都是情侣 或者是他们可能两三个朋友 或者是一种小家庭 他们会来买这样子 不过即便是姐妹 也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他们谈言常常会为各种事情或坚持而吵架 幸好最后都能互相包容妥协 甚至是就此开创新口味 尤其店里在重要节日 都会特别开发期间限定的创新口味蛋糕 提供顾客不同的味觉享受 主要负责制作蛋糕的妹妹 便分享他们的灵感来源 姐姐也笑说可以考虑在开店十周年时 来复刻这些独特口味的蛋糕 这款的话是今年的父亲姐 那它是椰子咖啡 那其实当初的研发也只是因为 我们去外面喝了咖啡 喝到了这个口味 然后就想说 也蛮适合父亲姐的形象 然后这口味也还蛮少见 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 对 然后还有这款的话 它其实是我们母亲节的蛋糕 然后它是栗子豆花 那时候真的也只是因为吃到豆花 觉得可以用 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 可能吃到什么东西 就想说可以拿来坐在甜点里面 然后可以拿来干什么 拿来干什么 然后就会把它 就是会试着试试看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会呈现给我的客人们吃试看 所以我们就是店里面 也常常会有很多客人 他们都知道说 我们三不五十会有一些 有奇怪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会 都会上我们粉丝专家去 follow我们今天有什么甜点 然后看到新的时候 他就会说 诶 今天有新品 我要留一个 然后我到时候再过来拿 这样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我一年出三颗 不同款的蛋糕 如果我做十年的话 我就有三十颗蛋糕 对不对 到了十周年的时候 阿芝要办一个盛大的庆典 就是把这三十颗蛋糕 我们要做一个复刻版出来 然后邀请大家来吃 可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 就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做 就是可能用票选的方式 说你们最喜欢的是 哪几颗蛋糕 然后我们就会把 这些蛋糕做出来 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过来 庆祝我们阿芝的十周年 融合了孙女对阿公的爱 以及手足之间 互相扶持的情感 让姐妹俩的甜点 多了份人情味 也走出属于 他们自己的甜点之路 他们也期许自己 能够继续精进手艺 制作出更多精致又美味的甜点 带给顾客甜蜜享受 记得留意听 旁边报道